没有意外选前民调一路领先的赖清德最后关头 顺利为民进党守住立地 在总统出手找来萧美琴搭档党内派系顺利整合 美琴回来了大家高不高兴 大家都很高兴对不对 个人务实态度色彩积极淡化也顺利争取到中间选民的青睐 他淡化虽然有加分但是反中牌并没有发挥太大的效果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很安全的让赖清德赢得这次的胜选 再加上蓝白整合失败板块无法位移 民进党厉害的在于他每次面对大选他总是可以团结 所以这次就是一个团结的民进党一个团结的执政党 对抗或者是打败分裂的在野党 民进党基本上大于国民党的 那国民党这边又听到柯文哲的出现 三分天下之下散开都之下 他的基本盘本来就比较大一些 尤其抗中的议题 在最后在民进党拼命使用中国戒选 什么这些议题 猴可猛攻的万里岛家争议 我愿意把房子交付公益信托 优先作为矿工生活纪念馆 赖清德也顺水推揪亲上火线 现在调了议题在炒作一阵以后 他的民调反而是后鱼医匠 所以赖皮疗反而激起比较大的社会同情 在分裂三分天下之后 台湾开创新局 接棒蔡总统 民进党正式进入赖清德时代 TG新闻周一峰林家会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